小兵收集了198颗弹珠,他又买了44颗。 一年之后,他把这些弹珠尽量均分给了同班的其他31个同学。 那么,每个同学大约得到多少颗弹珠? 注意,题目问的是大约,也就是估计值,而不是精确值。 所以我们对总的弹珠数做四舍五入来简化运算。 题目告诉我们,小兵原本收集了198颗弹珠,我们先对198做四舍五入,精确到十位。 个位上是8大于5,所以要五入。 198就约等于200。 这个弯弯曲曲的符号就是约等号,表示符号两边的数相似。 然后题目又告诉我们,他又买了44颗,那我们再对44做四舍五入。 个位上是4小于5,所以四舍。 所以44约等于40,那200加上40就等于240。 所以小兵一共有大约240颗弹珠,他要把这些弹珠平均分给其他31个同学。 31,四舍五入为30。 现在题目的要求就接近于把240颗弹珠在30个人中间均分。 那我们可以表示为240除以340除以310。 我们用A来表示每个人得到的弹珠数,所以就是等于A。 也就是说,240等于A乘以30。 A就是我们要求的数。 要求出A有很多种方法。 这里我们把30的倍数一一列出,直到240。 30,60,90,120,150,180,210,240。 这里每个数分别是30的几倍呢? 1,2,3,4,5,6,7,8。 240是30的8倍。 240就等于8乘以30。 也就是说,A等于8。 那么,每个同学大约得到8颗弹珠。 另一种做法,可以求出相对更精确一点的答案。 先把198加上44算出来。 先看个位数。 8加上4等于12。 向10位进1,个位写2。 再看10位。 9加上4加上1等于14。 我们向100位进1,10位写4。 再看百位。 1加上1等于2。 所以,198加上44就得到242。 可以看出242非常接近,也就是约等于240。 那我们之前取的估计值就取得非常好。 240除以31,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是240除以30,那么等于8。 注意,24240除以30也等于8。 因此,当除数、被除数都扩大10倍的时候,伤不变。 所以,无论是哪种方法,答案都是每个同学大约得到8颗弹珠。